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介绍水彩绘画中最最基础的一些关于湿化法的一些技巧 Wet in Wet 那顾名思义,水彩呢就是使用水来混合不同的颜色 特别适合绘制一些有渐变的一些效果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略微的使用一些水,把画质表面打湿 那方便颜料呢,可以在这些湿润的画质上流动 那我们先试一下三原色 尽量要使用浓郁一些的颜色啊,你可以事先在固体的颜料上喷一些水 这样比较容易抓取 尽量少的去搅动颜色,让它们自然的能够混合在一起 这样渐变的效果呢,会比较自然 也会不是那么的脏 如果搅的太多呢,有时候会把颜色搞得非常的脏,不好看 OK,好了,就让它干就可以了 那同样呢,我们再来做一组,先把纸张打湿 只有在湿的情况下呢,下笔以后的颜料才会在纸面扩散开来 那两个颜色互相连接的时候呢,它的交接线就会非常的柔和 有一个渐变的这样一个特效 那这种画法呢,就比较适合画天空 大面积的铺水 然后连接两种不同的颜色啊 特别是晚霞,夕阳夕下的那种颜色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画一张简单的 晚霞的这个水彩 继续打湿画面,我们再来多做几组 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在家里面尝试 选择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在你自己创作的过程中呢,你可以从中 选择一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组合 那还有一种画法呢,就是不用去事先打湿你的纸张 那这样子呢,在上色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会在纸面扩散开来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画几组和刚才的上水的画法来做一个比较 那虽然纸面是干燥的 但是我们因为也要混合不同的颜色 所以笔上的水分还是需要能够湿润一些 你可以看到干燥的情况,它的四周就比较硬了 但是呢,接不同颜色的时候,因为颜色本身是湿润的 所以颜色与颜色之间的这个交界线还是渐变的非常的柔和 你可以用湿润的笔,一个接一个的这样连续下去 所以中文也叫接色法 我们下的这些地方 现在可以看得到大部分的颜色 所以我们改的颜色 那么颜色是别忘了 我们下来 Monster 蓝色和土系的一些颜色连接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比较深一些 孰褶啊孰褥 因为没有事先给纸的表面上水 所以整个色块的边缘会非常的硬朗 那这个时候如果需要让它柔和一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水去推开它 那就可以把周围的这个边界线呢 洗得可以淡一些 也有一些渐变的效果 除了接颜色以外呢 就是这样子你也可以去接一些清水 然后让这个颜色变淡 颜色已经基本上干了 没有反光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些边缘过渡的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颜色交界的一些地方 那这里上过水了 所以颜色扩散出去也很自然 最后用水推出去的地方你也能够看到渐变 我特别喜欢这个红色和黄色的交界线 非常的漂亮 那我拿镜看一下 这是水彩的一些特性 融合颜色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 简单的湿画法的介绍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来实战一张 这是一张很久以前我拍的照片 天空有一些阴沉 那我们就用刚才说的湿画法 把它改成一个夕阳夕下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我们先把整个天空打湿 然后混合三种颜色 可以先从最淡的黄色开始 然后接一些粉红色 最后是蓝色 因为我的板有一些角度 所以呢这三个颜色会自然的流动下来混合在一起 草地这里呢我就使用接色法 那没有事先把地面打湿 就用黄色和绿色相接 比较深的地方呢我加了一些紫色 那接完以后呢 可以用你的笔尖刷一些草地这样子的一些材质 也可以弹一些纹理上去 因为本身这个草地它不是非常的光滑的那种表面 所以你可以制造一些人工的激励在里边 混合一些弹上去的颜色或者是很细的一些笔触 来增加它的一些趣味性 让它不要的那么单调 趁天空的这个渐变色正在慢慢的变干 那我加了一些蓝色作为云朵 那如果完全干透了以后你再去加这个云朵呢它会 呃边界线会比较硬 那四干非干的时候加进去呢 呃会有一些呃熨染 天空和山脉交界的地方呢已经干了 那我们可以给山也上颜色了 呃同样的也可以用一些接色的方法 呃不仅仅是蓝色的可以接一些土系的颜色 呃让整个山体有一些呃颜色的变化啊 再用干的笔呃把云朵呃可以吸掉一些 这样的话层次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那这个一整层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呃我在确定不需要有任何接色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再使用吹干机把画面整个的吹干 然后来加一下这个树的剪影啊 因为有一个西洋西下的这样一个设定 所以西洋下的这个树呢 其实颜色会比较深一些 草地这里干了以后呢 我觉得呃层次上面稍微呃差了一些 所以我又重新再添加了一些激励进去 希望它能够更加的丰富 呃最后我加了一些呃水粉的颜料 呃不透明的水彩啊黄颜色的小花覆盖在草地上面 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啊 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啊我们下次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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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